我们今天的正道经文是马太福音17章1到13节 过了六天 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 暗暗地上了高山 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 脸面明亮如日头 衣裳洁白如光 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 同耶稣说话 彼得对耶稣说 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 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打三座棚 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 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 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 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你们要听他 门徒听见就伏在地 极其害怕 耶稣进前来摸他们 说起来不要害怕 他们举目不见一人 只见耶稣在那里 下山的时候 耶稣吩咐他们说 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 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 门徒问耶稣说 文师为什么说 以利亚必须先来 耶稣回答说 以利亚固然先来 并要复兴万事 只是我告诉你们 以利亚已经来了 人却不认识她 竟任意待她 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 门徒这才明白 耶稣所说的 是指着施洗的约翰 我们一同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 感谢你赐下属天的安息 使你的儿女们 你可以在主日放下一切世俗的事物 能够专心来到你的面前 聆听你的话语 借着你所奸选的仆人 虽然她现今仍然被拘禁 不能来到我们当中 但是她过去所传讲的 今天仍然能够牧养我们 因为你的话语永远不会随 因着时间而改变 求你使我们众人都谦卑在你的面前 是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今天的正道主题是 这是爱子的荣耀 请同工播放王仪牧师的正道录音 同姐妹主日平安 在某一个意义上 所有的人呢 在一生中都在寻求 也都在渴望 一件事 就是看见 这里十七章二节 所描绘出来的荣耀 主在他们面前 在高山之上 变了形象 脸面明亮如日头 一场洁白如光 看见的人 生命就会被改变 所以你明白一件事 生命是如何被改变的呢 首先不是透过你的努力被改变的 生命是透过你所看见的荣耀 将你改变的 是荣耀改变人 所以我说包括非信徒 在我们的一生当中 你其实都在渴望这件事情 你其实都在寻求这件事情 就是看见一种极大的荣耀 看见外在于你的 不是你的 是外在于你的 是这个世界上最荣耀的事情 是这个世界上最荣耀的时刻 如果你看见了 你从此之后的生命都会被改变 我们当中有一些老年的肢体 以前曾经看见过这样的一幕 那就是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灯楼变相 对吧 他的脸面好像白日放光 有一代人的生命都被改变 是吗 真的是成千上万的人的生命都被改变 他们来到那里 他们去到那里 他们要去见这荣耀 就是见到之后 有一个电影 就写一个卡车司机 他就见到了 跟彼得一样 见到了之后 俯俯啊 就吓得 如果你们有那样的经历的 你会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情感 有战惊 有紧张 还有什么 有兴奋 还有什么 有惧怕 还有什么 有满足 有什么 有喜乐 还有什么 崇拜 对 还有什么 其实人类的几乎所有的情感 的一个最高峰 在那个时候都会经历 所以呢 那个就像彼得一样 然后 哇 毛主席还下来摸他 对吧 还跟他握手 他说你不要害怕 所以他的一生都被改变了 这个司机回去之后 那个故事讲说 他一年都不洗手 那你说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说 我可没有 我们没有追求这样的事情 但是 你们当中有没有人 要去看阿妹的演唱会啊 在那个歌星的那个演唱会上也是一样的 你知道那个灯光那个比我们这灯光强多了 几万瓦的灯光照在他的身上的时候 灯台就变像 是吧 然后脸面就如同白日放光 看见那一幕的人生命就被改变 所以你知道吗 所有的人都在追求这样的一个 你可以称为叫高峰的体验 你可以称为是 所有的人类情感的一种最高峰 那我告诉你 如果你是现场的这几位的信徒 你这一生当中你有紧张过 你这一生当中你有兴奋过 你这一生当中你有喜乐过 对吧 但是所有的这些情感 都不会有这一幕里面那么强烈 所以连今天的商家都知道 知道就是说今天大家富起来了 大家生活经济繁荣了 但是每个人的生命当中 最真实的真正的渴望 让我们回到刚才 我们读的这个起因的经文 中间有两节这个卡掉了 这个是老年的约翰 他的生命从此之后是不是被改变 我们来看老年约翰的回忆录 就是在彼得一书的十六到十九节里面 他回忆他曾经看见 主在高山之上 变了形象发出荣耀的那一幕 我们重新来读一下好吗 我读这个我们起因 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人 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 并不是谁从乖巧捏造的虚言 来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 他从祝神和尊贵荣耀的时候 从极大荣光之中 有声音出来向他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取悦的 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 亲自听见这声音 从天上出来 我们必有先知恩节的预言 如同灯淘在暗处 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 直到天发亮 神经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 才是好的 阿美 阿美 早晨成根的时候在这里 很美 就是你会看见晨光 发亮 然后照到这个会堂里面来 所以我们也祈求神的话语 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 等到耶稣基督的光 照在我们的心中 那我们来看 这一幕的画面 这一个大异象 你会看到后面的这一节 第九节 向山的时候 耶稣吩咐他们说 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 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 这里这个所看见的 就是异象 就是异象的这个词 所见到的异象 在新译本当中 就直接说 你们不要将这个异象 来告诉人 所有的教会 还有所有的基督徒 在不同的教导里面 都很渴望 甚至追求看见异象 但是异象是什么呢 异象不是你关于做了个梦 说神给了个异象 说今年这个考试一定会考好 不是 真正的异象 就是看见基督的荣耀 因为只有看见基督的荣耀 你的生命才会被改变 你看见你一年之后病会好 不会使你的生命改变 你知道吗 那是一个结果 那不是一个原因 你看见了有一件的事情会成就 不会使你的生命改变 反倒是你看见了基督的荣耀 你那件事情倒有可能被成就 但是当你看见了主的荣耀的时候 那件事明年到底能成就不能成就 其实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所以真正的异象就是指导基督的荣耀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件事就是 是否看见耶稣的荣耀 很多人说我的生命当中没有力量 我的信仰没有给我的生命带来改变 我知道我信耶稣 我知道那是对的 但是我的生命都没有被改变 因为我们缺乏这样的高峰的体验 你知道吗 我们没有看见圣子的荣耀 我们没有看见 刚才秉僧长老带我们 金牌的时候说 那个我们唱诗篇的八十篇 对吧 求主复兴我们 他怎样复兴我们呢 愿他的脸上的荣光再现 使我们看见他的荣耀 我们就要复兴 而我们怎么才能够看见他的荣耀呢 你知道彼得 又跳出来讲话 对不对 有点手足无措 实际上不知道该说什么 其实从门徒的反应当中 看出门徒还是没有完全的明白这一幕 当然老年的彼得在他的回忆录当中 知道这一幕伴随了他几十年的时间 在这一幕的荣耀改变了他几十年的生命 但是在那一刻他其实不太明白 他看见了摩西 他看见了以利亚 你知道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讲 他生命当中和他的信仰当中 除了神之外 最重要的人物是谁 就是摩西和以利亚 因为他们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代表 因为他们代表着律法和先知 所以他已经语无伦次了 他发现他所跟随的这一位主 居然跟摩西和以利亚站在一起 你明白吗 不是说摩西跟以利亚居然跟我的主站在一起 他是说我跟着主居然跟摩西和以利亚站在一起 所以他说这里真好给你们搭三座棚 摩西一座以利亚一座 我的主一座 但是你看到主很不客气 他话还没有说完说 说话之间主就把他打断了 主用什么把他打断 主用荣光将他打断 主用一片云出来 主用从云里面出来的天父的声音 把他打断 你知道你在讲什么 是不是在牧师说 这是一个多么有福的打断 你看到了三个人对吧 但是有一个声音从天上出来说 这是我的爱子 注意三个把你那个撇开 只有这一个 只有他是我的爱子 是我所喜悦的 注意啊 不是说摩西跟以利亚神就不喜悦 把他们先撇开 这个是我喜悦的 你们要听他 不是不是爷爷 不是说你们以后不要听摩西的 不要听以利亚的 对不对 而是说 你们要听他 因为连摩西跟以利亚呢 都要都要听他 那 有的时候主的一些话语呢 跟具体的时间和地点 没有太大的关系 也就是说不看时间跟地点 他的意思还是那个意思 我们任何时候读到的时候 我们都明白他的意思 可是呢 在十六章 当彼得宣告耶稣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当耶稣将天国的钥匙 赐给教会说 你们教会也要怎么样呢 与基督同样的走十字架的道路 并且呢 因见的权柄 不能够顺过教会 这一步呢 发生在一个非常特别的地点 我们会特别的强调 十六章 他非常的凸显 那个地点的特别 那就是凯撒利亚的 菲律宾 因为那是什么地点呢 因为那是在凯撒 这地上的君王的背景 权势的笼罩 这下来问 好比今天你带着人 你到北京 然后走到天安门 走到清华门 或者中南海的旁边 你说我是谁 你是总书记 你是国家主席 你是三军统帅 小声一点 这是不是会被人家抓 就很大的挑战 所以这个地点 是非常特别的 来到一个世上的君王的 权势的所在 然后问你 谁是你的王 谁是你的三军统帅 谁是你的主 因为知道在传统的社会 主啊神啊王啊 这些都有什么 政治的含义 因为凯撒就是王 凯撒甚至被称为是什么 神啊 就好像你中国的古代社会 你把人带到紫禁城的门口 然后跟他说 你说我是谁 你是天子 那不是朱九族吗 因为在中国的古代 只有皇帝才是什么 神的儿子 天子啊 但是基督却在这个地方宣告说 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天子 你是弥赛亚 那么到了第十七章的时候 我们发现地点的这一个因素 有点模糊 他们上了一座高山 没有说是哪一座 但是有很多的解经家说 应该是黑门山 因为黑门山就在凯撒尼亚城旁边 极里路远的地方 当然这个你认为不是也没关系 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哪座高山 但是如果是黑门山 意义就更加的不一样了 因为黑门山是真的很高 其实也不是很高 但是是犹太人地区里面最高的一座山 而且黑门山在北边 西安山在哪 南边 耶稣基督如果是在黑门山 他登山变相显出荣耀 然后他说他要去耶路撒冷 怎么样 受死被杀 那这是一幅国度的画面 那你就会想到四篇一百三十三篇 黑门的甘露降在西安山 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 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 主导文的最后一句是什么 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在十六章和十七章里面 你会看到耶稣基督的启示 就是国度 权柄 和荣耀 在第十六章 当教会 彼得代表十二门徒 代表教会 宣告认出了耶稣是基督的时候 耶稣宣告国度的权柄 然后到十七章的时候 他宣告国度的荣耀 十六章的最后一节 他说什么 你看这个地方有好几个颠倒 他说他是永生神的儿子 他是明赛 然后他接着就预言 他要背定十字架 这是一个从极高到极低的一个 一个翻转 所以彼得才反应不过来 对不对 但是接着在十六章的最后一节 既然说了他要背定十字架 他要受死 可是他又接着说了一句 你们当中有人 在未尝死位之先 要看见神的国度 大有荣耀的将领 这个又翻回去了对吧 不是要背定十字架吗 背定十字架是一个 在这个肉身的生命 在这个人间要发生的一件事 然后你们当中有人在 未尝死位之先 那也就是指到今生了 对不对 那也就是指到这个肉身 这个地上的这个生命了 那怎么能够见到神的国度 又大又荣耀的将领呢 那请问各位弟兄姐妹 这里是指到基督的再来吗 如果是指到基督的再来 第一基督还没有来 第二这些门徒全都死了 那他们当中哪里有人 在未尝死位之先 就见到神的国度 大有荣耀的将领呢 那你看到十七章的第一节 的第一句话 他的焦点 我们理解这个的焦点 我刚才说 主要不是跟地点有关了 主要跟时间有关 耶稣说了这句话之后 过了六日 你明白这意思吗 就是说耶稣基督有的时候 说一些话跟地点 没有太明确的关系 在什么地点说意思都一样 然后耶稣基督说 有些话跟时间 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关系 在星期一说 星期二说 早上说 晚上说 意思也都一样 但是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时间上的衔接 这一幕登山变相 就是耶稣所说的 你们当中有人在 未尝死位之先 耶稣基督说他要死 耶稣基督说他要尝死位 然后说你们在 未尝死位之先 因为我的主为我尝了死位 所以那些跟随他的人 在未尝死位之先 要见到他的荣耀 过了六日 为什么是六日呢 虽然这里也没有具体 他没有放在365天里面说 这到底是几月几号 它是表明了另外一个 更基本的时间的概念 那就是什么 七日的循环 因为在上帝 所以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 你会想到 《创世纪》第一章 神的创造 你会想到时间开始 整个世界被创造 最初的那个七日 所有的事情 都在那七日当中发生 对吧 第七日进入安息 所以最初的那个七天 实际上只带了 包含了 所有的日子 对吧 包含了这之后的 所有的人的犯罪 堕落 神的拯救 以及将来的德荣耀 所以现在你会发现 过了六日 你会发现这是一个 七天的循环 在这个七日的循环当中 对应着神起初所创造的那一周 它是一个 它代表着新的七日的一个开始 它代表着一个完整的 一个时间段 登山变相预示着受苦之后的 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荣耀 而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荣耀呢 又是对应着什么呢 对应着新天新地的来临 在哪里你还看见这一幕呢 如果这里是一个预告 那么这是预告片 正片在哪里呢 在启示录的20到22章 对吧 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的时候 在巴摩海岛上 约翰 约翰 约翰也在现场 约翰也曾经写过回应录 就是在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四节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对吧 住在我们中间 那个住的意思就是自搭帐篷 彼得不想自搭帐篷 神来到我们的当中 它搭起来一个帐篷 其实不是帐篷 那是指到什么 旷野当中的 会幕 就是神与人同在 我们也见过 祂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约翰的回忆录 回忆过耶稣登山变相的这一幕 彼得的回忆录 回忆过耶稣登山变相的这一幕 他们的生命 都因为看见荣耀而被改变 然后在巴默海岛上 哇 约翰是最有福的 你知道吗 他不但看过预告片 他还看过正片 他又看见那 耶稣基督的降临 他又再次看见那一幕 那一位怎么样 脸上 放光 如同太阳 然后 耶稣复活的那位耶稣 向他显现 向他预告 带他去看将来的新天新地 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安息里面 直到永远的安息 所以这个是这个地方的 七日的一个循环 它代表拯救乃是新的创造 它代表着一个新的时间的开始 它什么是意象呢 意象就是对那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必然要发生的一个应许和一个凭据 那就是预言耶稣基督的受死之后 他的复活必然要发生 所以这是这个时间的因素 所以在十六章的结束 我们看这个上下文的结构的时候 我们知道了两件事 当彼得宣告耶稣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之后 我们知道了两件事 第一 我们知道了这一位弥赛亚 他要往哪里去 他要去哥哥塔 他要去耶路撒冷的城外 在那里被杀 他要在那里为我们尝了死的味道 好叫他的门徒 在没有尝死的味道之先 就得着一个确据 那就是神的国度将大有荣耀地降临 第二件事 我们知道我们要跟随这位耶稣 意味着什么 那就是意味着十字架的道路 意味着跟他一起去哥哥塔 所以在十六章的结束 我们面对一个挑战 那就是我们必须在这种 法利塞人的这种道德主义的宗教 还有我们内心的这种罪孽和情欲 还有对凯撒的崇拜 和他的权势的这种惧怕 以及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之间 做一个选择 你与这个世界的关系 你与这个地上君王的关系 你与你自己的这种各种的 道德主义的自我的 敬虔和自我的评价之间的关系 要做一个了断 到底跟还是不跟 到底信还是不信 因此我们看到这一个大意象 还有一点在结构上面 我要指出来的 就是叙述的一个顺序 有的时候你知道 诗卷福音书 它讲述耶稣的一件事的时候 它常常是一个神学上的逻辑 不一定完全按照一个时间上的逻辑 所以有的时候一件事 在这卷福音书当中是先说 那在另一件福音书当中 有可能是后来再说 它的叙事顺序有可能是不同的 对吧 但是有一点 在三卷福音书当中 预言耶稣的受苦 一定是在门徒的任性的宣告之后 然后一旦预言耶稣的受苦 接着就是耶稣登山变象 这个顺序在几卷福音书当中 从来没有改变过 你明白吗 就是受苦与荣耀的关系 预言耶稣受苦 然后预言他要受苦的那一位 就登山变象 这两件事是紧挨着的 为什么他是紧挨着的 OK请你们 我请弟兄们如果翻一下 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好吗 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我想请所有的弟兄 跟我们来读一下这两节经文 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 的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来弟兄把圣经拿出来 请你们翻到好吗 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 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乃是弟兄的就跟我一起读 无知的人啊 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 基督这样受害 又进入他的荣耀 岂不是应当的吗 阿们 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回答 为什么受苦紧接着荣耀呢 为什么背定十字架的预言 跟他的登山变象直接进来呢 这里是基督自己的话 这岂不是应当的吗 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 基督这样受害 然后进入他的荣耀 受苦荣耀 受苦荣耀 这个关系 这个顺序 岂不是应当的吗 因为这个就是福音 因为这个就是 他的门徒在未尝死位之先 就看见神的国 大有荣耀降临的真正的原因 所以让我这样讲 这一个意象和这一段的经文的焦点 就是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 如果说十六章的焦点 是告诉我们耶稣是谁 他是基督 并且告诉我们他要背定十字架 那么十七章登山变相的焦点 就是要告诉我们 将要背定十字架的 这一位基督的荣耀 或者说 为什么十字架 是他的荣耀 为什么说十字架 是荣耀的道路 这是这一个意象 真正使我们看见的地方 让我们把焦点放在 摩西跟以利亚来看一看他们 刚才我提到他们 是律法和先知的代表 同样 在旧约里面 行神级最多的人 和行神级最多的时期 就是摩西时期 跟以利亚时期 他们一个上了加密山 一个上了希莱山 对不对 他们都有想要见神的面 然后俯伏 而且他们还有一个 跟末世的盼望的关系 那就是这两位 都没有经历过 死亡的滞味 或者不是 普通人所经历的 这个死亡 摩西到底是死了 还是怎样 总之就是没有人 能够找到他 所以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 认为他是被神接走了 而以利亚呢 是在火车火马 烈火战车之下 被神接走神天 所以这两位都没有尝过 死亡的滞味 这两位没有尝过 死位的 先知跟律法的代表 他们预表着一个 没有死亡的永远的国度 你知道吗 你不是单单的羡慕说 哎呀 我要像摩西 我要像以利亚一样 就好了 他们 他们特别的 当然还有 救援当中 还有一个没有经过 死亡的滞味 是谁啊 对 隐落 所以他们代表着 死亡 并不是必然的 他们代表着 死亡也并不是本来的 死亡乃是罪 进入这个世界 之后的产物 所以这两位 没有经过死亡的 站在这一位寓言说 自己要死的 耶稣的面前 这幅画面 是不是惊人的 忽然你明白了一件事 为什么他们没有尝过 死的味道 为什么他们没有尝过 死的味道 因为这一位 要为他们 尝死的味道 摩西跟以利亚 摩西 摩西有没有 摩西有没有见过神的荣光 出埃及记三十三章 十八到三十三节 二十三节 我请姐妹来翻一下好吗 姐妹们你们来翻一下 出埃及记的三十三章 十八到二十三节 摩西曾经见过神的荣耀吗 四篇八十篇说 神啊 你的脸向我们再现 让我们见到你脸上的光荣 我们就要复兴 那么谁能够见到他脸上的光荣呢 书埃及记三十三章 十八到二十三节 我请姐妹们一起来读 来姐妹请 摩西说 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 耶和华说 我要嫌我一切的恩子 在你之前经过 宣告我的名 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 因为人见我的面 不能存活 耶和华说 看啊 在我这里有地方 你要站在潘石上 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 我便将你放在潘石穴中 用我的手遮掩你 等我过去 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 你就得见我的泪 却不得见我的面 连摩西都只能够见神的 对 不能够见他的面 因为无人能够看见 他的荣耀 正面的 直接的 活在 神像你所 面对面的荣耀的大光当中 因为这样的人 必不能存活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有疑问说 那他怎么看见神的荣耀 诗篇八十篇的预言说 如果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 如果我们在你的面光当中 我们就要复兴 那 那以色列人怎么可能复兴 还有摩西下山的时候就怎么样呢 不但是不能够直接看到神的荣耀 神的荣耀彰显在了摩西的脸上 那这个已经是间接的了 对吧 然后当摩西下山的时候 甚至连以色列的百姓 都不能够见到被折射出来的神的荣耀 所以摩西要怎么样 要跟他们讲解神话语的时候 有一个帕子 所以在这一幕登山变相里面 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不需要帕子 第二为什么没有被击杀 为什么 这也是为什么 这个彼得 这个手足无措的原因 因为他真是有福的 彼得约翰雅各 真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甚至见到了 连摩西都没有见到的神的荣耀 他们如果想到 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诗篇的第八十篇 他们就知道 我们要复兴了 因为我们要在他的面光当中 为什么彼得不需要帕子呢 为什么他们没有被击杀呢 为什么他们可以在 没有藏死位之先 就见到那一位受苦之后 将要复活的 还有末日要再来的 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呢 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的三章 十四和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 哥林多后书的三章 十四和十六节 哥林多后书三章的十四和十六节 来翻到我们一起来 原来答案在这里 因为这帕子已经在耶稣基督里 被废去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的心何时归向主 你们的帕子就被出去 你们就能够得见 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 阿们 那看见他的荣耀的人 生命就要被改变 耶和华对摩西怎么说 他说你不能够见我的荣耀 但是我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呢 在我这里有地方 我们在这一幕里面 终于看见了 你知道吗 摩西在神那里有一个地方 摩西只能在那个地方 才能够见神的荣耀 那个地方就是耶稣 说我这里有地方 我这里有一个 我要把你放在什么 磐石的屑中 你必须躲在磐石里面 你们有没有过躲在石头 背后躲在石头里面 躲在石头缝里面的这种经历 有是吧 有出外的户外的经验的时候 打雷啊下雨的时候 对吧 今年是宗教改革 五百年 马丁路德就有这样的经历 马丁路德他的爸爸呢 是一个矿 就是有点像山西煤矿的小老板 然后希望自己的孩子呢 能够学法律 将来出来呢 能够赚钱 当他在读书的时候 有一天呢 就遇到很大的暴雨 雷电 有点像那个我们 四川人说的那个叫滚雷 就在地上的那个 哇 好好吓人的 然后他就躲在一个石头的里面 躲在一个石头的背后 他就开始祷告 他说神啊求你救我 因为他真的觉得自己要死了 他觉得自己可能活不出去了 他说神啊你救我 如果你救我 我全职侍奉你 我不读法律了 我读神学 结果神真的救了他 他真的就躲在那个磐石的蟹中 过了一会儿 暴雨就没了 然后呢 他就给他爸说 他要读神学 他爸就跟他断绝父子关系 他就开始进了这个 修道院了 去了奥古斯丁的修会 你们有没有人在石头里面躲过 有没有祷告过 有没有在神面前奉献说主啊 你说救我 就侍奉你 所以摩西是躲在这个磐石的蟹中 有一块磐石要为它裂开 有一块磐石被击打 才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有一块磐石被裂开 躲藏在里面的人 就能够得见神的荣耀 耶稣就是那磐石 耶稣的十字架 就是那磐石的裂开 耶稣就是 耶和华神对摩西所说的 在我这里有地方 耶稣拿走了 在他里面的人心里的帕子 甚至也裂开了 自圣所的 曼子 你明白一件事吗 当彼得在那里说 哇这三个人真好 这三个人 一人一个 一个会幕 然后神从 云中 神从高天之上说 这是我的爱子 你明白一件事吗 天上地下 只有一位是神所爱的 天上地下 只有一位是 他所喜悦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这样讲 神不喜悦你 除非 你躲藏在 他喜悦的 那一位里面 天上地下 只有一位是他的爱子 只有一位是他所喜悦的 所有在他里面的人 被他喜悦 被他接纳 他的面光 要向他们显现 所以当彼得与乌伦吃的时候 摩西的话我也听啊 以以利亚的话我也听啊 现在这个 我的主跟他们站在一起 但是天父却说 你要听他 你单单的只要听他 那这里的 我请大家也再一次的看到 生命纪的第十八章的第十五节 我们来读这一节经文 那是起初 当摩西要离世的时候 耶和华 对那将来要来到的那一位的 的预言 生命纪十八章的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 生命纪十八章十五节 来一起 阿们 所以神在这个地方提醒彼得 你知道吗 神所应许的那一位 要像摩西一样的来 他来了之后 你们就要怎么样 听他 现在站在你面前的这一位 现在摩西跟以利亚都为他做见证的这一位 就是预言当中要来的那一位 你只要听他 阿们 你有没有那种 在那个正午的时候 就正面的去看过那个太阳 有的时候很强的那个太阳 可能我们视察的太阳 我们随便看 但你有看过那种 你真的就是 刺眼 你不敢盯太久 对吧 对 因为那个荣光的显现 有的时候拍一些照片 也是高光的 有时候 一些这个婚礼上 一些新娘子的照片 特别漂亮 因为那个高光的 脸上一点照纹都没有 怎么样 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新娘子 最怕听到有些人很讨厌 就是说那种话 说 哎呀好漂亮啊 简直不像你 对吧 甚至后来看到一张照片 说这是你吗 这么美啊 哇 这听得好讨厌 但是 但是你知道吗 什么叫做荣耀 为什么荣耀改变人 什么叫做恩典 荣耀 荣耀就是使你 变成完全不是你的样子 阿们 只有荣耀 不是化妆啊 只有荣耀 你可以做一个比喻说 道德主义的行为 就像化妆 但是只有荣耀 能够使人完全不像他自己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不是要修养 你不是要就是变得更好 你不是只是想要变得更美丽 或者变得更高尚 那些都是世人所求的 那些都是世俗的宗教 你是要彻底的被改变 彻底的被改变 只有一个方法 荣耀临到你 阿们 荣耀临到你的时候 荣耀就使你 完全不是你了 这就是恩典的意思 福音乃是一个荣耀的福音 除非他单单地出于这一位神自己 否则他就不能够 把你变成你完全不是的样子 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吗 就是新郎 通常在婚后第二天 都会经历到某一种的落差 他会说 昨天那个漂亮的女人到哪儿去了 他今天早上起来没化妆就 路德以前也讲过一句话 他说没结婚的时候 完全不能够理解结婚之后的事 他第二天早上起来 怎么整头上有两根长长的头发 不是自己的 会经历到这种落差 所以你知道吗 婚礼的那一天 就是你登山变像的那一天 那一天的时候 你的脸上出现容光 像白日放光一样的 脸上没有一点的皱纹 所以我要对弟兄说 你结婚那一天 就你的妻子登山变像的那一天 然后第二天开始下山以后 你要走几十年的十字架的道路 直到死亡将你们分开 然后你将再一次的见到你的妻子 完全不像他自己的那一个荣耀的样子 阿们 但是你可能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怎么度过中间的几十年呢 秘诀就在第五节 这是我的爱子 这是我喜悦的 你们要听他 不是丈夫听妻子 也不是妻子听丈夫 是你们要听他 那见到了这荣耀的人 被这荣耀所改变的人 你们要听他 还有最后的一个秘诀 第八节 当彼得的这种语无伦次被打断之后 然后突然云彩没了 然后不见一人 摩西根跟以利亚都不见了 只见耶稣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度过中间的几十年呢 秘诀就在这里 不见一人 只见耶稣 阿们 不是说你在婚姻当中 你当你妻子不存在 或者当你的丈夫不存在 也不是说 不再读摩西的书 不再看以利亚的教导 对不对 但是 不见一人 只见耶稣 只要听他 让他的荣耀来改变你 这是我们度过中间的几十年 主日呢 有点像上山 六日呢 有点像下山 对吧 婚礼那一天呢 登山变下 婚姻呢 是背负十家 对吧 是这样一个关系啊 亲爱的弟兄姐妹 没有上山的 来 上山 去看见神的荣耀 去看见 高高矗立在 哥哥塔的 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让我们说 十字架 十字架 永世我的荣耀 阿们 在那山上的说 哇这山上多好 不想下去了 对吧 然后呢 去 下山 过了中间的几十年 下山 像彼得一样的 等他跑完了这几十年的道路 他在他的回忆录里面 他会再一次的回忆起初 看见神 大有荣光的降临的那一幕 那一幕伴随了他几十年 那一幕将伴随你几十年的生命 那一年将 那一天将陪伴你 在这个地上 刚跑的路呢 都已经跑了 当守的道呢 都已经守了 所以亲爱的 亲爱的对我们姐妹 让我这样讲 如果 我想对我们当中这个 单身的姐妹们说 等到将来你们结婚的时候 如果遇到那种讨厌的人 他这么说 他说 哎呀好漂亮哦 这简直不像你啊 你记得该怎么回答他 你说 这是主的荣耀 阿妹 我是问单身的姐妹 阿妹 感谢主 感谢主 求主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见 你知道门徒下山以后 其实他们还是不完全明白这一幕 因为他们又问了一个问题 说什么 哎呀 哎呀 以利亚呢 摩西走了就走了 无所谓 但是旧约当中预言说 弥赛亚来之前 以利亚又来啊 以利亚都已经走了 不见一人只见耶稣 可是门徒们还在问一个问题 所以以利亚什么时候来呢 你发现没有 他们 他们其实还是 不完全的明白这一幕 耶稣说以利亚已经来过了 以利亚来了 这个是一个完成的时代 就是已经来过了 实际上现在已经走了 他是怎么走的呢 被杀 所以基督在这里再一次的 第二次的预言 你看到没有 几次的颠倒 认出他是荣耀的那一位 他预言他要上十字架 蒋明的这个十字架的受难 他预言说 你们要看见神的国度的荣耀 然后登山变相 彰显出来了这样的荣耀 他第二次的预言 他要怎么样 他要被杀 像以利亚一样被杀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福音当中 这就是福音当中的一个 一个奥秘 这也是我们跟随主的人 悲贱的道路 就是荣耀的道路 登山变相 将将来要成就的 放在我们的眼前 被我们活生生的看见 在婚礼上 你看见你的丈夫 你看见你的妻子 是他一生当中最美的时候 那不是一个假象 那是将来 站在主的面前 的那一个完全 圣洁荣美的样子 在今天 在你的婚礼的那一天的时候 预先的一个宣告 预先的一个应许 已经被你看见了 然后 来走这几十年的道路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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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我们每一个信徒 我们的生命 因为看见了他的荣耀 而被改变 没有人可以 看见了主的荣耀 却没有被改变 没有人可以说 他看见了主的荣耀 他的心跳 却仍然只有七十五 他应该跳到一百次以上 没有人可以说 他看见了神的荣耀 看见了十字架的荣耀 他的心里面 却没有火热 却仍然是冰冷的 却仍然爱这个世界 而不爱耶稣 你知道吗 当保罗说 若有人不爱主 这人可奏可主 他不是在律法当中 向你发出来的一个抱怨 他是感到特别的奇怪 就是你真的重生了吗 你真的看见了神的荣耀了吗 那被高高举起来 挂在木头上的那一位 真的激动你的心了吗 如果是的话 为什么你的生命当中 没有翻天覆地的改变呢 我们这一段的经文讲的是一个 翻天覆地的福音 对吧 这个福音本身是翻天覆地的 这个福音本身是天上地下 这样子极大的落差 那如果你信的是一个 翻天覆地的福音 为什么在你的生命中 没有翻天覆地的动静呢 所以还是回到我们所说的 不是你做的不好 你不要告诉自己 我告诉别人说 我做的不好 是你没有信 是你信的不真 是你信的不深 是你没有动情 有的时候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 就觉得说 我觉得他的情感不深 对吧 也不是不爱 但是好像也没那么爱 有的时候让人挺挣扎的 对吧 你没有动情 你说 怎样才能动情呢 除非你看见那一位 为你动情的耶稣 他怎样为你动情 他怎样动情地来到 这个世上 他怎样动情地 在旷野当中受试炼 他怎样动情地 走上十字架 他为你动情 到如此之深的地步 愿他的爱 使你动情 阿们 愿我们回到起初的爱心 让我们再一次地在神的面前说 主啊 求你使我得见 你的荣光 求你再一次地除掉 我心上的帕子 求你成为我的心上人 心上的神 心上的主 求你来征服我 这篇八十篇所说的 求你的脸光照我 亚伦的祝福里面说 我以后还愿 以后还向你扬脸 赐你平安 可是对于那些 不信耶稣的 在旧约当中的人 连摩西都只能够见 神的背 什么时候神向我扬脸啊 神向我扬脸 我还能活吗 所以这一个亚伦的祝福 你明白吗 也只能够在 这一位登山变相的 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荣耀当中 才能够真正地 被你所领受 当你听到这个祝福说 愿以后还向你扬脸 光照你的时候 你想到的是什么 是耶稣的十字架 因为主来是在 他的十字架上向你扬脸 因为主来是在哥哥塔 向你扬脸 因为主来是在 科西玛尼园 向你扬脸 所以这一幅画面里面 有两个不同思议的地方 一个不同思议 是这荣光的美 是这荣光的大 是这荣光 是如此的不可思议 因为它是圣洁的 它是至高的 但是第二一个 第二一个同样 令人不可思议的就是 这荣光居然可以 被彼得雅各约翰 所看见 你知道吗 如果这荣光达到一个地步 那就应该他们看不了 这荣光是如此的荣耀 那就应该以至于 他们不能看 对吧 这是毫无逻辑的嘛 这荣光是如此的荣耀 以至于他们可以看 那这是不是荣耀 小了一点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不是荣耀 小了一点呢 荣耀再大 他们就看不了了 这荣耀 大到了 他们可以看 这是荣耀 更小了 还是荣耀更大了 这就是福音 这就是十字架的奥秘 因为这荣耀甚至是 这荣耀是在 成了肉身的 耶稣基督的身上 向我们显现 所以他可以被我们看见 这没有削弱神的荣耀 这更加彰显了神的荣耀 这就是我们的信仰 跟旧约信仰 不同的一点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至高的神 被挂在木头上的时候 神的荣耀 没有因此减少 神的荣耀 在那完全的神 又是完全的人 的耶稣的肉身上面 彰显得更加的璀璨 夺目 而且这荣耀成为了 你和我可以直面的 可以与基督联合的 可以与他同在的 这荣耀大到一个地步 可以被称为 以马类利的荣耀 阿妹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求你带我们上山 好像摩西在西来山 好像尹尼亚在加弥山 好像主最后走向西安山 求你带我们上山 去看见主的荣耀 去看见那触立的十字架 求主使我们因为这荣耀 而被改变成为我们 完全不是的样子 主啊 摩西和以利亚退场了 律法和先知都让位于这一位恩典的主人 主啊就让我的生命当中的一切 让我自己和我自己以前所喜悦的 所羡慕的 所崇拜的一切 也都退场 让位于这一位恩典的主人 在我的生命当中不见一人 只见耶稣 主啊愿你的荣光再现 使你的教会复兴 感谢赞美主 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 奉靠耶稣基督 保贵的生命 阿们 阿们